近日娱乐圈鼎鼎大名的段子的时候 耿直不爱薛之谦又恐出狂言了 这次老薛师把耿直的歌姓发挥到淋漓尽致 一愤填膺的怒怼黄牛 这种赚钱的方式让人感觉心安不理得 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活着的一个准则 我希望就是黄牛就快点死吧 这就是在Music Radio的TOP排行榜 颁奖典礼启动记者会现场发生的一幕 老薛化身正义之神 义正言辞地表达了对黄牛的痛恨 给大家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 如果演员只有给我收费的话 我可能现在已经赚了一个亿了 如果我收费的话 我闭着眼睛可以赚 可是那个钱我不想赚 因为好像赚了那些钱以后 我觉得我这以后都会往那个方向去靠 我会告诉大家 我会赚那个牛奶钱 我怎么才能赚钱 我怎么想给他赚钱 这是我对不对不喜欢的 所以我宁愿这些钱都不要 所以你说我这个钱都不要 像演唱会这样的钱我还会要吗 那我不要可以 那为什么给黄牛呢 老薛当天的任务除了出席音乐生殿 怒怼黄牛 在现场妖娃地摆pose 还肆无忌惮地玩起了魅惑的舞姿 诶 随便问 这就是典型的明明可以靠人格魅力 偏要靠才华 嗯 这样的老薛就是人间人爱